收到景欣营想像这样的营楼 在路边是越来越少见了 如今新版的洗钱防治法 即将要上路恐怕会雪上加霜 原来是新的洗钱防治法上路后 未来用现金购买黄金条块都要登记 金市则是50万元以上需要登记 并且申报 大额黄金买家恐怕都会消失 买黄金的人就是本身就不想给别人知道 那会产生他很多的疑虑 以一般金条约五两来看 目前国内金价一钱约4980元 一条大约就要24万 也就是只要买一条就要登记 买气即将也让民众痛批根本是扰民 吃外要不要登记 唱射手要不要登记 这是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钱要去买那个金子可以 那个登记干什么 谁要资料留给政府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不喜欢的 民众纷纷纷打退堂股全球反洗钱风 冲击黄金市场 许多国内营楼营收重挫 仅剩原来的两到三成 就连业者也认为 营楼倒闭潮未来恐怕会更严重 毕竟现在金价也算是说 还是一个中高点 年轻人他本身一个月才多少钱 我可能买一样 一条项链就要两万多三万多 营楼珠宝商哀鸿遍野 就希望政府能调高申报门槛 买金条有超过三十万以上 再来做一个登录 那这样才不会造成民众那种 所谓的老民的一个现象 就怕政府能跟业者多沟通 毕竟黄金市场处于冰河期 就怕心智上路只能关门打击 东森财经新闻 这一张就先张士奎台北报道